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0月17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24.01 收盘价是204.9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6.26 最低价是在204.1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21个点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 并且跌破了前一日K线的最低 当日的成交量是9412.45万股 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 出现了两平 KD值快线又下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向下的反转 MACD开口不变 双线是继续下行 并且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略长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 好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17日10月14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实体长红K线 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过程中 出现了止跌反弹后 然后再向下的反转中 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实体长红K线 说明前一个交易日的这个反弹的走势结束 那并且我们会看到这根红K的最低 是这根红K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K线的最低 那这是向下继续下行的信号 那我们再来看K线组合 那通常是左长绿右长红 并且呢这个长红K线的实体呀 包括也就是覆盖了这个长绿实体 那这样的K线组合叫做长红吞噬 那通常出现这样的K线组合啊 说明空方的力道是非常强的 那这也是预示着股价将会下行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第一个可能会出现上涨 收盘价会在228.5 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 收盘价会在224 那实际在10月14日收盘价是在204.99 出现了下跌 那当日我们会看到是在225这个位置 股价预压后而出现反转向下 并且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这个反弹K线的最低 出现了一日反转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 对 所以呢 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 我们把图缩小 那对于后续股价的下行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下方 我们把图缩小 下方有一个缺口是188到190 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我们下方画的这个水平线 是在182 那182呢 它是我们画的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二号趋势线 底底高的二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 同时182这个位置啊 当日这个K线 也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 对这一波涨幅的起涨点 所以说对股价如果下行 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182 那么在到达182之前和下方的这个缺口之前 下方的这个缺口之前呢 它是有阻力位的 对 那么这个支撑啊 是在200关口 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好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观察线的颜色 对 也就是说股价日后如果再跌破200关口 那么继续向下的目标将是182 好 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 那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止跌反弹 说股价止跌反弹 我们认为在204.99 也就是这个长虹实体的下沿 和下方的200关口 在这两个位置啊 都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的可能 那如果是止跌反弹呢 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突破 上方的这条趋势线 也就是从9月21日开始下跌以来的 第一个高点 和9月28日出现的第二个高点 这个投高的下行趋势线 也就是股价如果反弹 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它 那我们现在啊 给这条线要加一个号码 下行我们使用单号 我们 定义成5号趋势线 好 那么 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 如果出现止跌反弹 总的目标是5号趋势线 那么在这之前呢 目前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 5日均线值和这个2号趋势线 是这条线 5日均线值呢 我们测算是在213到215之间 然后当日K线和这个2号趋势线的 焦点啊 是在216 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 目前的目标就是216 那如果能够股价反弹站上 这个重新回到2号趋势线上方呢 我们说才有可能去突破 这个5号趋势线 所以呢 我们依然保留这个2号趋势线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辅助线 我们删除前面的观察线 还有这个矩形 还有上方的这个线 好的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10月17日上方 我们说股价如果反弹 能够重新站上216 那会出现继续反弹 下方在200关口 对会有止跌 那如果止跌不成功跌破了这个200关口呢 我们说下方的目标 我们说下方的目标就是这个182 对 好 那如果股价在10月17日既不向上突破 也不向下跌破 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在216到200之间运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10月1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13到215 那我们包括这个2号趋势线在内 然后呢 把它们加在一起 第一个压力区间是213到216 那第二个压力也是一个压力区间 就是我们会看到是上方的这个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交点224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红k的最高226 嗯 在这个范围内 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 也在这个区间内 所以第二个压力区间是在224 一直到226 好 这是第二个压力 那再向上的压力我们说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 但我们现在首先看股价是否会出现反弹 反弹之后呢 是否会出现止跌 那止跌之后呢 的反弹能不能重新站上2号趋势线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给出这两个压力区间 然后下方的支撑是前低204.16 这是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支撑是200关口 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82这条水平线 嗯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10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 那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呢 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7 在这个位置 最高会到达221 收盘会收在217附近 对 在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呢 它是有条件的 那它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4的 嗯 好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止跌的K线 那如果出现止跌呢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00 最高会到达210 最高会到达212 在这个位置 嗯 然后收盘收在210附近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0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